这个同学在临摹这张晚霞的时候 他本意呢是想这样 他想在这个黑白模式下随便选颜色 按照人家的黑白关系去画 看看能画成什么样 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为什么会不好看呢 这涉及到一个颜色对比的知识点 颜色对比主要有四种 明度 色相 饱和度 冷暖 它的基本原则是 你要想强调某一种对比 就要弱化其他几个对比 来看这张名画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冷暖对比 这是因为他把其他的几个对比关系 都处理得非常弱 如果他要是强调了明显对比 那么这张图的冷暖感受 就会大打折扣 再回到这张图 他本来是想画明度对比的 可是却选择了这么多高饱和的色相 所以你就只能感受得到花里护哨 完全感受不到明显关系了 勉强来改一下 思路就是弱化色相和饱和度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曲线 比如把红色往上挑 让所有的颜色里都加入点红色 这样他们的色相对比就变弱了 调蓝色也是可以的 虽然还是很亮 但是是不是比刚才 能够更好地感受得到明暗对比了呢 我再让他淡一点吧 这张最好还是重画 我就简单的修改一下 来说说色彩对比的思路 我看你 可能会有点